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政治市避險為上,假期後小心破底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跌了289點,收報25821點,成交有683億 今天的市場高開後一直向下跌 曾經跌破近期的低位,幸好收回2588點 技術上高就未算正式跌破 所以暫時恆市的短線趨勢仍然都是黃燈 不過,如果下星期一正式失守2578點 即是收於其下的話,我們就要轉紅燈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市場下跌是因為政治事件 因為特首林鄭宣佈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成立 禁止蒙面規例 其實這個事情,昨天都知道 昨天市場反而炒上去 所以今天市場變成了要跌 特別是點多鐘之後跌得很急 就因為當時市場盛傳 突然間,三點鐘要開記者會 說宣佈這件事,其實這個已經知道 不過最慘的訊息出來就是 很多那些學校說什麼呢 就要取消那些下午三點之後的活動 即是突然間很恐慌 很多市民,特別是媽咪級的市民 說真相,不知道怎麼辦 很緊張,那個氣氛 那麼市場就立即倒塌了 其實那件事,昨天都已經說了 反而昨天市場就有些性了 然後今天再說的時候 就變成了壞消息 就因為它其實無端端 又製造了一些自己的恐慌出現了 那就跌了下來 好了,跌了下來,穿過底 不過呢 一直說法律的時候 它又有些反彈 又上回去前幾天的低位 25,78點之上 結果就變成了 其實現在都是好像打橫走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圖 好了,現在打橫走在這個26,000區之下 打橫走,曾經跌穿過下來 後市仍然都是要小心破底 因為在這些政治市場高 我覺得,作為這個散戶投資者 有腳的,大家是不是 要小心的 如果你要擔心的時候 就要避險為上 一避險的時候 很多資金就會先可能 離場觀望 接著就有機會 現在都滾滾下來 當然,這個是本地政治事件 除了本地政治事件之外 影響到廣估 還有就是外圍市況 中美貿易談判等等 那些影響更深遠 但是如果本地政治市況 就是這樣 政治市就是避險為上 要小心破底 這個就是這樣的看法 你說恆子已經破過了 你看看各紙 因為都是要大家兩個指數來對比來看 各紙都是跌穿過少許 不過又收回其上 所以就是說恐慌性 就不是說好像恆子那麼多 所以整體來看 就是今天的判斷 都不算正式破底 但是要小心 今天港股裡面 首當其衝那批股份 跌得比較多的那些 或者比較擔心那些 都是類似商場股 以這個新地為例 今天恆子成分股裡面 它跌得最多了 跌近3% 有2.9% 大家都知道 因為每次出現這些事件 新地也是 那些商場也是 可能被市場擔心 它又遭到影響 於是乎跌了下來 跌了下來之後 不過技術上 這個又不算正式弱 所以剛才說恆子都是黃燈 還是觀望的原因就是這樣 你看這些很害怕的股 但是它暫時仍然都守著 上升軌 剛剛這麼巧 你說如果一隻股是這樣 就個別事件 另外一些商場股 例如好像九倉置業 又是這樣 剛剛下來了之後 又守著那條上升軌 我們看看這個新地 守著上升軌的話 還未正式轉淡 九倉置業這些 也未正式轉淡 所以現在就是小心破底 避險為上小心破底 但就不是即時轉成紅燈 還要看它會不會 演變成真正的破底 如果真正破底下去 就要真的轉紅燈 這個要注意 好了 本港是這樣的 實際上 其實我們股市會跟本港限億 都會跟外圍的情況走 外圍情況最關心的現在是美國 因為美國的經濟有轉差的跡象 數據不好 大家看道指 昨晚反而有反彈 一個垂頭反彈上去 最主要原因 昨天公佈的ISM 即非製造業指數 跌到2016年8月以來最差 但市場反而衝憬聯儲局 就會減息 衝憬到多少減息 其實現在的機會率 10月份 減息的機會率到90% 差不多8%預期它要減息 即是倒逼到它要減息 好了 除了聯儲局會減息之外 市場更加預期 可能它會有變相的QE出現 變相的量寬 什麼叫變相的量寬呢 就是可能聯儲局 會有一個永久性的市場操作 就是好像內地市場操作 即是正回購、易回購放水 可能聯儲局會做這個 不是QE 不過是做一個永久性的市場操作 就可以一路地放水 一路放水 不過那個放水 那種市場操作 那種放水 一定是短期一些 短期操作 好像內地的操作 通常是7天期、14天期 這些短期一些操作 那對的好處 好處就是它放水之餘 就不會太過長期 搞到水浸了 但是不好處就是 大家只獲得一個錢 就是很短時間 那你都不夠膽 進行一個很長期的貸款出去 或者是投資 因為你7天、14天之後 又怕那筆錢 央行要收回 所以有利有弊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市場就是 美國經濟很可能轉差了 經濟擔心經濟衰退了 這樣就會減息 還有有機會出現變相良寬 所以昨晚市場有些反彈 好了 道指或者標普500指數有些反彈 是否代表避險情緒已經扭轉了呢 又未是 和港股近期走勢關係非常密切的 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 因為這個就是Risk On和Risk Off的問題 近期它現在就跌了下來 就是說那個債息跌了下來 就是債價就升了上去 債價升了上去 就是多些人買債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買債呢 就是避險 資金又流入避險 因為怕經濟不好 以及預期會減息 會減息的時候 現在的美債息雖然只跌到1.5里的水平 十年期低1.5里真的很悲哀 這樣的水平 但是它預期之後 它的息會更低 所以就先買了湧進去 其實美債息真的很擔心它會破替 因為你記住這個走勢 譬如7月開始是高位 然後跌到下去 低位然後反彈 然後再下跌 是不是很接近 很相似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這幾個月的走勢 就是等於美國十年期債息的走勢 即是當Vis off的時候 那些錢就流入到美債 那些債息就跌了 那些債息就跌了 那麼當Vis on的時候 願意冒險了 那債息就會升上去 因為那些錢從美債流出來 那些債息就跌了 所以港股又可以升下 那現在債息又跌了 那港股又跌了 好相似 所以第一個大家要關心 雲觀上要看的 其實就是看著美債 而美債就受到美國經濟的影響 所以第一個擔心 第一個要看實就是這件事 好 本來這個在今晚有個talk 會說的 因為現在就取消了 所以在這裡說多兩句 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長談這個問題 好 那講完一大堆不好 說擔心那些事情之後 有沒有一些股票是留意的呢 那手機設備股裡面的瑞昇 今天升幅最大 恒指成分股裡面升3.2% 試圓就是說 iPhone好像賣得挺好的 又說會追加單 對它有利 刺激到有少少反彈 那這隻股真的很慘 又是跌了很久 現在有些反彈 因為如果你看個長期一些的圖 真的在高位那裡跌下來 你看看長期 一半都沒有 那時候一百元之上 那有些叫反彈一下 好過沒有 現在會不會形成到一個頭肩底 就要看它能不能夠突破 大概九月中這些高位 四十七.六 甚至乎四十八 如果你站得穩之上 有機會是出現頭肩底的形態 那就有機會做好些 因為它都衰了很久 另一類股份 就是內房股 今天做得很好 事源就是因為 金九銀十 九月份賣樓賣得好 好像我們恆指成分股裡面的 這隻碧桂園 今天就升了2.8% 走勢都不錯 但得挺好的 其實它是九月份的銷售 按年增長40% 那就不錯了 恆大九月份的銷售 按年就增長了32% 恆大股價升了5.2% 升得比這隻還要多 因為之前大家擔心 恆大的銷售不行 所以內房股是有一點反彈 反映出 現在九月的時候 即是說降準之後 降準之後 降準之後 銀行不是多些水 可以貸出去的部分 應該貸了給內房企業 所以金九會好 市場現在預期 銀十都應該不錯 所以內房股有機會 可能再進一步上升 如果最近有回套 就可以考慮一些銷售 近期轉好的內房股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